公務員樓是英籍時代政府的遺物 這個福利變成新世代和老公務員的世代矛盾 不是貪得無盈 我現在住在長沙灣 我不是要求本身半山 拿回700呎半山都是同區的安置 他們曾幾何時就應該很便宜回來 住在長沙灣的公務員樓翠華樓 在舊時政府的福利 但退休公務員認為 他們是用一生的勞力換回來的 這個合作社 所謂福利 正確來說 是一個服務條件 是五、六十年前 政府幫我們定一個僱傭條件之一 我們就是要用 整身的勞動力服務政府 直至到正常退針 才可以換水回來的 不過今時今日的光環漸漸退息 舊樓路發問題多多 他們希望樓換樓 但要補地價 根本無法賣得起樓 他們的條件只是想樓換樓 而不是想換去貴價地段才滿足 但仍然被人說貪得無厭 我們都在立法局開過幾次的聽證會 亦都有一些團體的代表 就說我們貪心無厭 其實我們最主要都是想拿回一個 起碼的居住條件 一般新世代就認為政府按照多年合約處理 是公道的做法 他們曾經何時就應該很便宜回來的 看回以前的合約就最公道了 可能以前我們要20%或50% 照以前的合約就最公道了 平坡我們這區的赤價12000元左右 12000元左右 他們都要接受 現在他們住在1000呎起步 將來你預約一半左右 但是有升降機 還有不會有維修各樣問題出現了 即是不能相比的了 可能1000呎賠1000呎就不能這樣賠了 大家